明万历年间 九江城内发生一件怪事 一天清早 居民蒋瓷将女婿胡鸣告上府衙 蒋瓷将壮指一地 痛哭流涕地喊着 舞女蒋氏 嫁豪霸之恶男胡鸣 闲嫁连稀薄 捏造蒋氏私通 日夜斥骂 拷打如球 6月20日 蒋氏被拷打致死 恶婿胡鸣杀人灭尸 却假言蒋氏离家出逃 请大人还蒋氏清白 言成胡鸣恶徒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小招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知府杨泉接下壮指 又听了蒋瓷之言 对此事的真假不置可否 于是便提审胡鸣 胡鸣说妻子蒋氏自从嫁入家门 嫌弃他家贫穷 多次吵闹要求改嫁 蒋氏还与外人私通 恶习不改 20日早晨 蒋氏出门挑水与奸夫一起逃走 岳父蒋氏对女儿管教不严 反而状告自己杀妻毁尸 蒋氏品行不端 但为了继承香火 胡鸣一直忍让 有什么理由杀死蒋氏呢 岳父状告女婿 原因是女儿失踪 岳父认为女儿被女婿杀死毁尸 女婿则认为妻子蒋氏与兼夫私奔 岳父诬告自己 杨知府见岳婿二人各执一词 都拿不出切实证据 于是便暂时将胡鸣收押在间 又派出衙役四处查访讲事消息 一日清晨 城中有一居民王平出门挑水 来到井口边打出一桶水石 发现桶里有不少头发漂浮 且有细碎肉末浮出 王平惊讶不已 探头往井中细看 发现井里浮出一具尸体 连水都已经变臭了 王平见井中浮尸 赶紧丢下水桶跑去衙门报案 片刻之后 杨知府率领牙役赶到 牙役们用绳子绑上铁钩将尸体捞出 发现是一具泡得腐烂的尸体 从衣服穿着和头发等方面 判断是一具女尸 讲词听到井中有服尸 于是跑来抱着尸体痛哭 直言尸体是女儿蒋氏的 牙役将胡明压来辨认 胡明说尸体根本不是蒋氏的 因为蒋氏长得高大 而且头发很长 左边的脚没有小拇指 这具女尸压迹全毛 赤脚矮身 阻止兼幼 所以根本就不是妻子蒋氏 武座检验了女尸之后 发现女尸身上伤痕累累 怀疑胡明虐待妻子 疑心是他打死了蒋氏 害怕被问罪 所以才谎称不是蒋氏的尸体 杨知府听了武座的报告 又看到蒋氏抱着尸体哭泣 查验了尸体浑身是伤 便认同武座的推测 胡明虐待妻子蒋氏 以至于将他杀死投入井中 企图毁尸灭迹 而且这具女尸若不是蒋氏的 蒋氏没有理由抱着尸体痛哭 可见胡明杀人之事属实 杨知府对胡明言行好打 逼问胡明如何虐待蒋氏 如何杀人抛尸等经过 胡明口中大呼冤枉 并让家人出面作证 但家人作证不足为凭 街坊邻里不明此案细节真相 又不知胡明夫妻有何矛盾 因此都不敢出面作证 胡明被轮番考略打得体无完肤 最后只得承认杀了蒋氏 实质酷暑 井中女尸已经腐烂溃坏 且面目全非难以戏变 杨知府让牙医们 将尸体抬到城外迅速埋掉 以防止尸体腐烂引起瘟疫 胡明服罪 被关入府牙大佬等候处决 初秋时节 巡案御史安文玉来到九江府巡查刑案 安御史看了胡明杀妻一案的卷宗后 认为此案颇有蹊跷 胡明明知蒋氏与人私通 蒋氏多次吵闹羞了他 胡明却因为家贫难娶妻 为了延续胡家乡活忍让蒋氏 胡明这样都能忍耐 又有什么理由杀死蒋氏呢 再有就是 胡明即使杀死蒋氏 为何不在井边伪造 蒋氏失足落井的假象呢 如此一来岂不是更好脱罪吗 更不要说井中浮尸腐烂 面目难辨的一点了 安御史先是让手下 去城内的布告墙上寻找线索 然后又让埋葬女尸的牙医带路 亲自去现场查看那具被埋的女尸 牙医们带着安御史 一路来到运河东岸 指着一处土堆说 里面埋着的是女子的尸体 安御史让他们挖开 结果发现里面是一具男子的尸体 安御史问女尸为何变成了男尸 牙医们见瞒不过去 这才置之无无的说 当初埋葬女尸时 他们向胡家和蒋家讨要埋葬钱 结果两家人一分钱也不肯出 而且说随他们怎么处理都行 于是负责安葬女尸的几个牙医 把尸体丢进了护城河里 女尸已经被河水冲走不知下落 如今御史前来追问女尸下落 几个牙医无法交代 才胡乱指认坟堆 故而挖出了别人家坟墓里的尸体 牙医摊财抛尸 独职该罚 安御史当场将埋尸体的 两个牙医鞭打隔职 安御史站在护城河边上 看着湍急的河水 从西往东流淌 料想尸体早已经被水冲烂 如今要找已经很难了 即使找到也无法辨认了 但有一个疑点是 蒋词任由女儿尸体被人丢弃 这显然不是一个父亲做得出来的事情 这具被丢弃的尸体 可能不是蒋诗的 安御史返回城中后 又提审了胡明一变 安御史认为胡明杀妻的可能性不大 但蒋诗既然没有被杀 他究竟去了哪里呢 蒋诗生死下落不明 安御史无法释放胡明 只能将他继续尖压 等候寻找新的破案线索 当时城中有一个疏离叫徐剑 奉命到吉安府出差工干 听说城内有一枚计较如花 姿色出众 徐剑便慕名前去相约陪宿 徐剑按照地址找去 当如花进门迎接他时 徐剑顿时傻了眼 眼前之人正是失踪半年多的蒋诗 徐剑为何认识蒋诗呢 因为徐剑是胡明的邻居 对蒋诗非常熟悉 因此第一眼相见就认出了蒋诗 徐剑盲问蒋诗何故在此 蒋诗被人认出心中紧张 当即对徐剑说 惊吓我被丈夫虐待 出门挑水时与人聚逃到此 今夜不要你肃钱 任由你摆布 只是请你不要泄露我的行踪 徐剑知道胡明被押在大牢已经半年了 若不是安育使及时干预延期 胡明只怕早就人头落地了 徐剑骗蒋诗说他肯定不会泄露秘密 蒋诗便免费赔了徐剑三夜 徐剑返回九江府后 深知信用是小 人命是大 违背信义不过被骂 但胡明因此人头落地 他难以心安 于是便到知府大堂 将此事告诉了安育使 安育使立刻派人前去捉拿蒋诗 徐剑带着三个牙医前去 很快就抓住了蒋诗 又通过蒋诗提供的线索 抓住了肩夫陆语 一番审问之下 蒋诗和陆语 说出了二人私通逃走的经过 原来胡明原本家境富有 娶了城里南大街烧酒铺 蒋词的女儿蒋诗为妻 蒋诗长得貌美 且从小娇生惯养 蒋诗嫁到胡家之后没多久 胡明的叔父因为科长舞弊案被革职 最后死在了狱中 其父喂救叔父也遭到牵连 胡家喂救人亲近家产 结果只救下了胡明之父 胡明家道中落 胡明除了会读书不会经营买买 因此家见贫困 蒋诗见胡家贫穷 便心生闷气 经常说落命苦 嫁到胡明这样的倒霉男人 胡适时常遭到妻子数落 心中虽然愤怒但也无可奈何 不久后 不安寂寞的蒋诗 与城内迈步的陆语勾搭在了一起 陆语总是给蒋诗送布送仇 有时候还送些小手势 蒋诗见陆语出手大方 便与他勾搭私通 蒋诗与陆语有私情 久而久之被胡明发现 胡明说了蒋诗几句 蒋诗便让胡明将他修了 这样他好重新另找 蒋诗拿修妻仪式逼胡明 胡明家贫难以再娶 又在乎读书人的面子不敢修妻 蒋诗把胡明的性格拿捏得死死的 放心大胆的语录与私会 行为越来越大胆放荡 那一日上午 蒋诗与胡明在家中发生争吵 胡明骂蒋诗不首付到不知羞耻 蒋诗骂胡明缩头乌龟没有本事 夫妻二人吵到激烈时 胡明推了一下蒋诗 蒋诗气得暴跳如雷 又是要喝药 又是要上吊的 最后逼得胡明 给他赔礼道歉才肯罢休 争吵过后 蒋诗挑起水桶出了家门 来到井边挑水 此时陆语正巧路过 陆语请蒋诗去他家里吃鞍串汤 他刚刚从集市上 买来一只新鲜鞍串炖好 就等蒋诗前去尝尝 蒋诗与胡明刚刚吵完 心里还憋着气 便将水桶放在井边 去了陆语家里 在陆语家里 二人吃完了一锅鞍串汤 又喝了一坛老酒 热汤烈酒净度 二人不觉得面红耳赤 心跳加速 陆语与蒋诗本来就有私情 二人心领神会铺床拆背 热床热炕又温存了一回 蒋诗在陆语家里连住了三日 丈夫胡明见妻子失踪 于是开始寻找 岳父蒋词见女儿失踪 又将胡明告上了府衙 蒋词状告胡明的事情 很快在城里传开 陆语回家后告诉蒋诗了这件事情 二人当即决定私奔出逃 做一对长久夫妻 陆语将家里所有银子带走 连夜带着蒋诗去了吉安府 蒋诗和陆语在吉安府生活了半年 所带的银子用尽了 二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谋生 陆语把困难说给了蒋诗听 蒋诗说此地无人认识他们 不如他去做暗昌挣钱 以此挣钱度日 陆语文言赞同 于是二人便搬进花街居住 蒋诗为祭 改名为如花 蒋诗长得貌美 很快就方明在外 城中子弟多有上门光顾者 所得资金也日益充足 陆语与蒋诗见钱财政的差不多了 准备搬离此地到别的地方居住 蒋诗说搬家需要准备 等他再做完最后一笔买买就走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一笔买买的客人是徐健 徐健回到九江府后将蒋诗的地址说出 他们就此被捕 蒋诗与陆语司通逃走 那井中的女师是谁呢 安玉使拿出一张破旧的悬赏通告 上面写着一则告示 6月17日夜 有一笔卢氏 乌迹全毛 赤脚矮身 逃出不归 有知踪报信者 赏赢一两 识得者 赏赢三两 告示下的落款是商人贾武 安玉使经过查访 找到了贾武 经过一番审问得知了女师的来路 原来贾武是山东人 6月邪婢女卢氏来九江经商 贾武脾气暴躁 恃久如命 动辄打骂卢氏 卢氏不甘其虐待 于6月10日7日夜投井而死 贾武害怕逼死人命被抓 于是写出了那张布告 谎称卢氏逃走请人提供线索 贾武于第二天返回山东 逃离了当地 后来郑巧蒋氏与胡明吵架 蒋氏又与陆宇私奔到吉安府 蒋氏平日里名声不好 免不了受到胡家母子指责 蒋氏支付蒋瓷 据此认为女儿被胡明杀死 于是将胡明告上府衙 卢氏尸体在井中泡了三天后浮出 接放王平挑水时发现尸体 蒋瓷见到井中尸体并非女儿 但也料到女儿与人私奔 为掩盖丑行便将卢氏尸体认作蒋氏 知府杨权办案不明 将胡明驱打成招判为死刑 幸亏安玉使及时赶到 胡明没有被案实处斩 后来徐健发现蒋氏踪迹 这才将他们抓回 揭开了这一桩案子的来龙去脉 这就是一桩阴差阳错引起的案子 胡明差点因此人头落地 酿成冤案 此案真相大白 安玉使案例将蒋氏官卖为奴 陆宇判处五年徒刑 甲午逼死人命罚营十两 处徒刑十年 蒋瓷之情不报仗则二使 杨权判案胡兔被降职查办 徐健思诉暗昌本该罢免官职 但由于举报有功 杖则时下以警效由 胡明无罪释放 陆宇与蒋氏赚得的赢钱 赔偿给胡明三十两 以资助其重新取妻 自此明大连环其案 宣告结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